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142集 每每讨论案情 都卡在《鱼醉》是怎么发现 沈家闻有问题这里 那可是当晚最辉煌的一笔 但这一笔却写得莫名其妙 他们本来以为是许处的火眼金睛发现的 可不料许处也是一头雾水 众人发愣时 杨诚的同行有人问 杜组长 你是说追到毒枭的卧底探员吗 给我们介绍认识人士 警钟都传神了 说是为退役的神秘部的人员 咱们案卷里好多转折的地方 都是用一个代号代替 是不是就是他呀 这个保密不能问的 杜组长 你只要告诉我们 他帅不帅就行了 这是一群整理本案 各项相关影像 纸质案卷的内勤 这种英雄事迹 简直是男女通杀 问得杜丽才没来由地 觉得尴尬了 点着头道 很帅 简直帅呆了 不过这个人可不归我管辖 我都没见过 众人以为又是托辞 反而有点失望 只有知道内勤的同组人员 看着杜组长 牙疼的表情 都在肚子里面 痴痴地暗笑 谁说不归他管 管不了而已 昨天在煤炭大厦 俩人还吵了一架呢 哒唠一声 铁门洞开 潘于是公安局下属 刑侦四大队的滞留处 走出来搭拉着脑袋的三位 看守点着人头 梁华 何大勇 陈祥瑞 冠名无人知晓 不过万请一代 都知道这曾经是 新老大于小二手下的汉匠 分别叫化肥 大臀 以及粉仔 当夜新华电子厂被查封 这三位和严德彪一起被端了 因为警察内鬼陶泽海的影响 刑警队以涉嫌走私枪械 谋杀双重罪名 把几个人滞留 却不料事后方知 那位分船被人杀害的嫌疑人正潮 已经是620专案的重要人犯 跟着陶泽海一起被隔离 这才知道 谋杀正潮是一场闹剧 看守的警察通知大臀 化肥和粉仔三个人可以走了 这三个人物字不信 等到反应过来 撒鸭子就跑 出了门口有人喊住 把三个人吓得一哆嗦都站住了 门口的严德彪勾着指头 那三个人看清楚了以后 才万分惊喜地凑了过来 要抱着鼠标哥 哭诉一场受到的委屈 这当会儿 严德彪也顾不上 只给三人塞着路费 别多说 你别多问了 赶紧回家 反正你们攒的钱也有点的 找个生计 再别出来了啊 钱没多少了 为老你们仨 我也快成全光蛋了 标哥 老大呢 别问老大了 那天晚上 他犯枪械 估计得这样了 砰 要交货让 没这好人了 鼠标做了一个打头的动作 那意思是 于小二得被毙了 大屯失魂落魄 跑步挨痛 化肥却像是抓住了 救命稻草一般 拉着鼠标的 标哥 二哥不在了 你带我们干嘛 大不了 兄弟们凑钱买辆车 有二哥赶犯枪械的威名 绝对有人找咱们做生意 对 就这名头 都吓死他们 焚仔恶念顿生 看样子也想重操旧印 把鼠标听得哭笑不得了 争取让这仨货出来 还费了老大的劲 这要出来 怕又一对半祸害了 他贼眼一转悠 表情哀伤地说道 兄弟们 二哥走的时候 给我说了一句话 我得告诉你们 什么话 他说 如果他回来 就带着大伙过好日子 要是他回不来 就让大家各回自家 这条路一条走得黑 迟早得限死在里头 他不想看着大家 跟他一起陷进去 所以他就单枪匹马去了 你们要再犯事 我们要是滚不下去 还会来找你啊 三个人哀痛地走了 一步三回头地看着鼠标 走了不远 大臀又奔回来 使劲抱了抱鼠标 鼠标憋得哭笑不得了 把这三个火宝送走 他想放声大笑时 可又有一种笑不出来的感觉 这些人虽非同路 可让他想起了警校里的狐朋狗友 一起摸爬滚打 透着一股亲切 等鼠标坐上车时 回头看了一眼鱼醉 鱼醉 我告诉他们你要被打头了 不用回来了 别说 化肥大臀俩哥们 还真有点意气 走吧 费什么话 鱼醉很深沉 不是装的 伪装的生活已经结束了 再怎么也让他如此的留恋 车辆启动 向阳城驻地驶来 鱼醉今天是专程来办这件事情的 否则让刑警队 深挖这几个小走私分子的事 怕也是得三五个月才能出来 就因为这事 鱼醉和杜组长还争执了很久 杜立财拍桌子不远 一是鱼醉身份敏感 不宜暴露 二是对那帮走私人渣 杜组长根本就没有什么好感 岂会出面让放人呢 两个人吵得厉害 最后鱼醉嚷着 找郑和粤东省厅开会的许平秋 才把问题给解决了 不得不说 许处对鱼醉还是蛮照顾的 连这种事情也亲自出面了 副驾上坐着02号特勤 他回头看了鱼醉一眼 那眼中居然有深深的留恋 他笑着问他 小二 你不会喜欢上这种生活了吧 喜欢个屁 我不是说警察 是说对立面 那当然 数着料分钱 量身好汉的生活呢 鼠标接上 三个人都笑了起来 鱼醉弱有所思地说道 还真是啊 我还真怀念当老大的日子 铭声在外 上门找的人几句谈下来 直接订金就付了 爽 看现在我们过得怎么样了 还未关的宾馆 居然让学习警察条例 就是 我们放出去 都是一带警神来 鼠标附和着 零二号牙疼了 学条例那是要招进队伍 感情许处的好心又被当成驴杆飞了 他语重心长地说道 小二 鼠标 哥比你们早进队几年 不过我说你 至于因为这么点小事 跟杜组长叫板吗 杜立财虽然只是个组长 那可是省禁毒局直属的专案组 别看带的人不懂 放地方上 不比哪个地区的公安局长差 你们倒好 和人家拍桌子对骂 我没骂 他骂了 骂就骂了 他能骂我怎么着 老子现在还不想当警察呢 大不了不干了 买条小山马 到海上左思去 你去不去 鼠标 去 当然要去 鼠标无条件支持于罪 零二号不去案了 他也被气找 看来警察条例 学得根本不管什么用 三个人办完事 在路上走了两个多小时 南方天气热 离开了车里的空调 实在是没地方可去 转要进市区以后 除了买几天冷饮 他们还是静止回到煤炭大厦 那位已经准备归队的零二号 片刻不离地跟在于罪的身边 下车的时候又紧随其后 这可不是亲密 而是命令 估计一是怕于罪暴露 二是怕他胡来 于罪几次要和零二号瞪眼 想了想又算了 曾经的事也都是命令 和他犯不着撒气 进楼的功夫 于罪故意停下了脚步 这零二号也像侧面长了眼睛一般 同一时间停了下来 于罪黑黑一笑 可以啊老二 那当然 从你接受任务起 我就一直奉命保护你 大部分时候 你都发现不了我 怎么样 想学的话 交给你 吹吧你 那你现在给我来个销售我看看 于罪故意这样说 零二号不急不脑 笑着看着于罪 于罪也黑黑一笑 把鼠标打发上楼 他一把揽着零二号问道 老二 你到底叫什么 很重要吗 当然了 你就要解密归队了 难道让我以后见了 大老远吼着 老二 这个可以告诉你 我叫马鹏 鹏城万里的鹏 零二号亮相了 说着自己大多数时候 隐瞒的名字 对于特勤 能亮出名号 也是一种奢望 不过现在没什么顾忌 于罪皱皱眉头 以他常给人起绰号的水平 瞬间发现名字里的缺陷 摇头评价着 哦 不好听 有奇异 马鹏 还没诸卷好听 多人小说剧 于罪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